我们是注定的 我跟你没法说清楚 有我在 你和我人是如何注定 骆青 冷少 车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是吃完就去牧师大厦吗 骆青呢 骆小姐 她三个月前就已经离开了呀 冷少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 三个月 是啊 当时我们从江北酒店离开以后 她就回自己家了 冷少 这三个月来 我们一直在和宋总那边交涉 但是没有任何进展 可是刚刚得到消息 宋总的车 是去了牧师大厦的方向 咱们是现在过去吗 三个月 怎么就过去三个月 木少 你昏迷三个月才刚醒 夫人叮嘱让你好好休息 今天宋总来签约 夫人会认证接待的 我们并不是宋氏唯一的选择 之前的合作因为意外 已经耽误了三个月 我必须请自来 对了 冷亦涵这三个月内 没有任何动作吗 她之前约见了宋总 但是他们没有合作 只要我们和宋氏签约 冷氏集团十年内 都没有任何机会翻身 沐南辰 你醒了啊 又是那种故意撞车 接近我的女人 这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沐南辰醒了 主线剧情就开始了 拿了钱就走 算了 先拿钱再说 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女人 那 没有啊 怎么会 最近给我看见宋氏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及时来提醒我 嗯 我就要看一看 他们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冷亦涵应该没事吧 他毕竟是反派 算了算了 我操他的心干嘛 吃饱了撑的 不过 看来沐南辰醒了 漫画主线就可以正式开始 那我作为女主角 岂不是不用被宋荣云追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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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沐南辰 我 沐南辰 你以为有钱就了不起啊 我要把你的臭钱还给你 换来一句真诚的道歉 干嘛要把钱还给他 我还想买衣服呢 我还不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呢 太后我 我懂了 是这种剧情吧 假洗斟作 契约女友 放心 这种我见得多了 嗯 没错 我就是他爱慕已久 久到离谱的女朋友 洛青 我们找了你三个月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 你和南辰 你们 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不可以 你们不能在一起 南辰哥哥 他就是三个月前 他害你的那个人 我还没找你算账的 你 不 我没有伤害慕尚 求求你们相信我 救命啊 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台词 是宋若云 故意发短信引诱 下药陷害 这全都是宋若云的阴谋 这次很难吗 你平时牙尖嘴利的 怎么关键时刻牙火了 别再跟他们废话了 把洛青带下去 你说洛青和冷夜寒认识 证据呢 我认识他 他们俩有不正当关系 完蛋 真是自作孽啊 宋总好记性啊 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当天我和宋总聊得好好的 洛青就突然闯入破坏 这一切 难道不是宋小姐安排的吗 还有这个思路 你在说什么 谁不知道宋小姐 和沐少是从小一起长大 沐少生病住院 宋小姐就暗中出手 破坏我们冷室 和宋室的生意 你血口喷人 宋总 这是三个月前 我收到短信 有人拿您的手机 约我出来 没想到 最后见面的人 却是宋小姐 小云 你动过我的手机 爸 我是看 冷夜寒和洛青认识 所以想问个清楚 但是那天我真的没有见到冷夜寒 爸 你一定要相信我 那也就是说 宋小姐从来没有进过酒店 那我为什么在喝了你倒的酒之后 就头晕目眩 之后医生告诉我 我体内有大量的西地纳飞 其实我们还在沐少期内 检查出少量的西地纳飞成分 宋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冷夜寒 证据呢 那这上面 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 这酒杯里 为什么会有药物的残留成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那天明明戴了手套 我 宋小姐 还真是不激扎 你 冷夜寒这次可以啊 宋总 您的千金小姐千方百计害我 看来 我和记者有很多事情要聊了 爸 爸 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你要相信我 爸 冷少 我们 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至于洛小姐 在我被下药之后 她就被推了进来 我想 这也是宋小姐的惯用脊梁 给男人下药 推女人入房是吗 南辰的事 是不是也是你做的 不 阿姨 阿姨 你相信我 南辰那个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你 好像快结束了 我不可能做伤害你的事情的 是你磨合了油腰的水 才会 才会头晕目眩 中毒瘫痪 你为了防止我说出真相 所以才一直要置我于死定 初语 孝芸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何能 你干嘛 跟我回家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我不回去了 怎么三个月不见 洛小姐不仅和穆南辰扯上关系 连性格好像也收敛了很多 冷一寒 我会说出去的 这个世界上我不相信任何人 如果你今天选择离开 就是选择与我为敌 我没法跟你解释 故事已经正式开始 你和穆南辰是敌人 我和穆南辰 我们 怎么说呢 我们是注定的 我跟你 没法说清楚 你的意思是 从此以后 我们两清 而你 选择和穆南辰一起 再见啊 冷夜寒 洛青 冷夜寒 再见 冷烧 合同拿到了 立刻落实这上面的一切 不能给穆南辰留下任何机会 好 恭喜冷烧得上左约 这个合同注定就是咱们的 什么叫注定 这是我不补为因得来的 我冷夜寒从来不相信任何注定 我和穆南辰 怎么说呢 我们是注定的 我倒要看看 有我在 你和穆南辰